好 那有没有杨网军这件事情呢 对民进党来讲就是勾摇尾巴 你说有 我说没有 你抓到证据我还是说没有 你人证物证摊出来 甚至他自己都承认了 我还是说没有 然后就有些人会相信 有没有监察院通过调查报告 监察院的报告 注意了监察院的报告 监察院是成局嘛 预算法在民国100年已经规定 政府办理一些政策宣传 你要标示出来嘛 对不对 我们媒体登广告 你旁边都要标明一个广告 有没有 现在报纸你看到没有 右上方左上方一个小小的字广告 你要告诉大家 让人民可以有判读的一个权利嘛 否则你这样莫名其妙洗脑这个民众 所以你要标示为广告 而且你还要揭示机关名称 比方说是农委会的广告 是NCC的广告 你要揭示机关的名称 但是监察院告诉大家 一直到109年仍然没有落实办理 什么意思 监察院告诉大家 民进党不但洗你的脑还不让你知道 默默地洗 规定的标示广告 它也不标 规定揭示机关名称 它也没有揭示 也就是说我再次强调 你在媒体上 特别是你在绿媒上看到的很多东西 很多你以为的新闻 那叫做广告 好不好 监察院要求行政院督促所属的主际总处 彻底检讨 厘清资金的来源 监察院这个话讲得很好听 你觉得会执行吗 董哥我觉得这两个可以并在一起谈 刚刚韩冰讲到一个重点 韩国瑜是网军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受害者 到现在为止 年轻人脑中还是记得草包草包草包 对不对 所以你看到 我们的这个两兆总预算 修一下就禁副二读 后遗症 这个东西是公投的后遗症 而这个东西又是 这个直接禁副二读的后遗症 以后真的是台湾的网军 我跟你讲 林秉书又怎么样 林秉书浮上了水面 就砍掉一个林秉书 接下来还有更多 水里面有一大堆的林秉书 每个都肥滋滋的 每个都可以再帮你洗脑 每个人都可以摧毁一些 不管是正义之师也好 正义的声音也好 我撒钱就够了 民进党当然没有养网军 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养的是狗 我们为他吃什么东西 叫他去咬谁 他就去咬谁 所以民进党没有养网军 只有养狗 养野狗 那我们今天其实看到了 在台湾很大的悲哀 我敢讲 台湾大概四分之三的人 根本不晓得什么叫 净乎恶毒 也不晓得净乎恶毒的严重性 大家觉得就这样 那我们有这么多人 把全力交给民进党 然后交给他 就让他去为所欲为 那让他想怎样就怎样 我们其实发现了 整个台湾的民主 现在已经变成是一个 完完全全的独裁 而且比过去两养时代 还独裁的做法 他根本不管你 所有的程序正义 他想怎样就怎样 所以很多人还以为说 台湾现在很有钱 没关系就给他去用 台湾哪来的钱 现在民进党是在捞钱 你今天时候看到 这些什么网金 或者过去很多社团 对不对 你看过去为了 返莱猪 民进党上街头 一百多个团体跟他上去 那现在呢 现在萧绩会说 我们也来反萊猪 只有两个团体跟着 你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要有那么多团体 要去跟民进党 不跟萧绩会 因为民进党有钱 会给 过去民进党在推动公投 好几千个教授 在报上连署 然后一整版 上面大家都连署 现在民进党把公投没收 把它干掉 有教授出来吗 没有 什么禽兽 什么畜生 通常也看不到了 我老实讲 你这样看到台湾 很多教授也是拿政府的预算案 是啊 对不对 他们到国科会 教育部文化部里面 就有很多标案 标案就挂研究生的名字 然后自己挂自己名字 用研究生下去做 然后他们当教授 只是他的副业 只是他为了那个头衔的副业 他们正正是在赚政府的标案 我们的网友讨论这个 还是讨论得很热烈 觉得刚刚听韩冰讲 还不够过瘾的感觉 那你的判断是什么呢 我觉得韩国瑜 这几年都不会出来选 那 因为其实我认识韩国瑜非常早 他在当议员的助理的时候 那他当然 那时候回去从政 这一次会想高雄市长当选 对他来讲都是一个 不可想象的 那当然里面有非常多 会让民众反感的气氛 最主要就是说 他当北隆的总经理的时候 有人想要这个位置 要这个位置的人是段宜康的一个助理 新潮流大家都知道 就像我刚刚手讲的 民进党执政就是为了要捞钱 你的人马去捞了那里 这边就该我 那苏贞昌你把这些国营事业的 董事长总经理都换你的人马 那我也要哪个位置 其实大家都在抢嘛 所以韩国瑜其实是那个氛围下 他才出来选的 他本来想说 我就当北隆总经理 可以把他干得好好了 结果没想到 等于说就好像媒体所写的 抢了菜摊 输了江山 那时候民进党的声势 就这样急转直下 可是他们发现了 打那种宜邻的政策 用网金来打是最有效的 所以网金对他们来讲 就开始到处去出征 那把很多人给他瞅话 那现在年轻人不看新闻 他们只看手机 那手机上面告诉他什么 他就认为是什么 他根本不了解很多新闻 他们把很多权利 他们还未满18岁就急着把权利 要给蔡英文给民进党 那这就是现在过程 整个台湾最大的不幸就是 这些人没有脑袋 他们虽然有高的协力 可是他完全不晓得 他们不但在著作为内 而且他们在字节魂墓 因为将来时候的后果都要他们承担 我们年纪大了 我们承担不到 将来的税 将来这个国家在退后 这些东西都是这些年轻人在承担 而且你找不到工作 你们这些年轻人的子女将来也没有工作 要去做外用 这些事情将来都会浮现 这个叫自作自受 民主就这样 但是我们看了悲哀 你就觉得说 为什么这些人要这样 好 那韩国瑜呢 我觉得韩国瑜他 他有心想做 可是因为 传统的选举方式 你斗不了 现在几十年来改变选举最大的方式 就是网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